好 来看到为了强化农业政力的宣导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在16号与光丰地区 产销班举行座谈会 那么县府农业处长陈树文 农会的总干事张明发都到场 借由座谈会县府了解农友务农时面临的问题 那么透过面谈沟通广纳农友的建言 县政府也秉持着服务农友的立场 致力优化并且也推动农业政策 为了强化农业政力宣导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16号与光丰地区产销班举行座谈会 县府农业处长陈树文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都到场借由座谈会 县府了解农友务农时面临问题 透过对谈沟通广纳农友建言 那其实我们在办理的方式上 会启用说一年里面 大家上半年跟下半年各自一致 那准备跟大家说明 目前的一些政策之外 不管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 听听看大家目前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来协助 需要我们来解决 因为县长常常说 大概第一线的需求 才是我们县政府要去努力的方向 农业处长表示 今年友善农业生产环境 鼓励农友投保农业保险保障收益 县政府从113年起 堆叠式加码补助美公斤1元 美公斤最高补助6公顿 以及各式的农业整领 其实在今年度的话 县政府这边有新推出来的一些方案 包括就是我们国产有机质的肥料部分 我们县政府这边有来加码 那就是一公斤多一块钱 那一公斤是增加到6000块钱的一个方向 那这部分也是希望说减轻大家的负担 让大家可以在工作上面少负担 那希望大家收成可以更好 做谈时间与农民双向沟通 总干事张民发统整协调沟通 处理解决方案 为了就是能够服务农民解决农业遭遇的问题 记者高双双光复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